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锁定九点热话题 我是秦林谦 首映新闻一开始来关注的就是 柯文哲因为精华沉案遭到收押觐见了 那么他也搭着警备车前往台北看守所 因为上午五点结果才出炉 北渊特地帮他发专车 而因为过了晚餐时间 看守所也将帮忙准备简单的便当 柯文哲入住的新收房会有两名室友 靠上手铐的他面无表情 快步迈开步伐 把双手上铐被罚警带上囚车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遭积压境界 大批媒体统统围在一旁 高举相机等着柯文哲走出来 听见声音短短一分钟路程 柯文哲全程只瞄镜头一眼 没了早上进法院从容的神情 一句话都没替自己辩解 二次级压庭这场生死战 北俭赢了 柯文哲从无保请回到进入看守所后 不知法院外头媒体等候 没想到人都还没到 看守所外也已经聚集 大批民众激动大喊 柯文哲不只坐专车 就怕会被中途截囚 前后还有四辆车包夹 但这样的结局 柯文哲是不是早就预料到 已经预录好影片 想对小草们喊话 大家好 我知道大家都非常关心我的状况 不好意思让大家担心 其实你们照顾好自己 就是对我最好的帮忙 请大家认真过每天 快乐过每天 心存散烈尽力而为 让我们继续努力 接下来按照惯例 柯文哲身上衣物得全部脱光 进行全身检查 确认没有违禁品 个人物品也都要交出来 接着再询问健康状况 确认都没问题才会配房 这回柯文哲入住三人房 但因为赶不上北索晚餐时间 因此有另外帮他准备简单便当 菜色有香卤猪脚 红烧鱼 蔬菜跟小鱼味噌汤 到底什么时候能走出看守所 就得看律师有没有把握 拿出更多证据来反击 TPS新闻综合报道 好今天最新我们也来关注的是 各界的反应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遭到收押 包括了彭博社 日本产经新闻等外媒 都以快讯报道 日本东洋经济标题写着 这是台湾第三势力领袖的逮捕剧 而日本现代经济周刊则说 被吹捧为台湾新英雄的政治家 出现不幸的结局 产经新闻则说 民众党全党挺柯文哲 但是现在面临了全党危机 这是各界的关注 好我们就继续呢 再来看的是相关的报道了 柯文哲呢 在担任台北市长的期间 涉嫌图利金华城案 检方声压失败 提出抗告成功 二度开鸡押庭 而这回柯文哲被裁定积押禁件 法官认为柯文哲在金华城案当中 身为市长明知违法 还执意通过 二战积押庭 结果逆转 原本裁定无保请回 柯文哲变成积押禁件 被上铐带上球车 送往台北看守所 北院预知积押理由 认为柯文哲明知到超过 560%的容积率 给金华城一案 已经违反法令 却还是急于通过 以致神庆金或布法利益200多亿 涉嫌贪污图利 属于最亲本刑 五年以上有其徒刑重罪 而且有灭证 及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 而这回二度面对积押庭 新卫高院认定 他积极介入金华城案 决意发回根材 陈生法官为了保障 柯文哲的防御权 以第一次积押庭卷宗内容审理 但这回没办法自行离开法院 柯文哲在早上9点多 来到台北地方法院 跟律师一起月券 大约半个小时完成 而就在下午两点钟 第二次的积押庭也正式展开 第一次积押庭 北院认为柯文哲不是 北市督委会与会人员 无法直接知识开会情形 自身也没有相关专业 检察官所提示证 还有其他合理解释空间 犯罪嫌疑不重大 无保请回 但高院认为 依照彭政生 朱雅虎 以及邵秀配等人证词 朱雅虎与应小微对话记录 柯文哲被扣的随身物品 记载内容 在参着朱雅虎 受雇审刑金的目的 审刑金行贿 应小微犯罪嫌疑重大等等 因此任令柯文哲 有积极介入金华城案的客观事实 二次积押庭 法官认为柯文哲 确实涉案情节重大 裁定积押 彭政生可能有针对 金华城隆基律案的一些重点 到底谁交办 谁放准 那其实都是 检调所掌握的新证据 不过台北地院二号 裁定柯文哲无包请回 就是认定他设案证据不足 北检动作频频 似乎就是要力拼 积押柯文哲 但吕正业法官采用 救世证做法引发讨论 但无论是依据哪些内容来审理 柯文哲依然进了看守所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这次柯文哲二度的积押庭 律师团队阵容更坚强 有证申员陆正义再加入一名 有法官检察官经理的肖义红 而北检面对第二次的机会 则是背起了相关证据 由天下第一组中组检察官江振宇 再次领军对决王牌律师 柯文哲律师团抵达北院门口 走在最后面顶着光头 相当显眼的律师 就是柯文哲新战力 曾经担任法官检察官的肖义红 这次阵容坚强 还有头发有些苍白 拖着行李箱证申员 以及两手提着行李的陆正义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力拼免收押 再增加律师 而这次的阵容会是助攻还是苦战 外界相当的关注 而另一方面 北检的部分获得再次的机会 这次由检察官江振宇带头领军 柯文哲A级律师团 证申员司法官四十期 曾担任台南台北黑金专组检察官 以及前特征组检察官 根据了解可能是由立委黄国昌牵线 加上长处在会计金流相关的案件 因此成为柯文哲委任律师 而新加入战队的 萧毅宏电机系毕业学历丰富 还有担任嘉义地方法院法官 以及台北地检署检察官经验 在法界超过十年资历 最广为人知的就是 他在脸书创立的一起读判决 而北检面对第二次家庭 又不能输了压力 由北检天下第一组中组 新任检察官江征玉领军 司法期四十二期的他战机辉煌 曾办过前检察总长黄世民泄密案 赵峰金控案 以及台铁谱优马反复事件 带领检素黑金专股检察官林俊言 办过阿格斯交易 西津十九议案 以及司法官训练所五十期的郭建玉 协助侦办过重大贿赂案 第二回家庭双方找来有 司法重大案件相关背景应战 北检带着有力证据再次出击 TVBS新闻告辞 王翔里杰SNG小组采访报道 柯文哲第二次的家庭证是展开 不过在准备程序的时候 其实呢 曾经法官就认为 两兆首方应该要平等 其实在检方之前申请了限制月券 如果呢又参着新的市政的话 等于是突起柯文哲 对柯文哲来说不公平 柯文哲案北检提抗告成功 就是高院法官参着新市政 认为柯文哲积极接入京华城案 吕正业避免柯文哲被突袭 保障权益 和抗告原因恐怕有冲突 但会这样做和他过去经历可能有关系 吕正业2007年从律师转任法官 曾因为审理八个案件 每依照刑事诉讼法 用传票传唤被告 剥夺被害人倒停陈述意见的机会 片面向被告表达否定告诉人 请求损害赔偿 2013年遭监察院弹劾 月凤被捡20%期间一年 恐怕就是这样 让他更重视双方权益 如果他们没有清楚知道 这些新的资料到底是什么的话 或是太多没有时间 让他继续这个去处理的情况下 这件案子最好的部分 就是大家比较公平 但参着旧资料 对于最后的结果会不会有差异 今年其实才有同样的案例 也是由吕正业审理 国民党议员陈崇文 台治官案涉嫌收汇进千万遭到生压 北院法官考量被告权益 保障以及维护公共利益 并审着比例原则 衡量没有积押的必要 裁定200万交保 检方抗告成功 吕正业成审二次积押停 同样以第一次积押停市政审理 认为陈崇文为了避免受到重刑惩罚 虽然暂时坦诚部分事实 还是可能在未来避重就轻翻供 甚至勾串共犯或证人 为了保全证据 而且是贪污案 确实无法用聚保择负 限制住居来替代 改裁定积押警戒 因为法官每件案子都是独立审判 那就算这件案子 以前有曾经有别的法官审理过 那可能做出不同的结论的情况下 都不会说是自打脸的情况 因为每个法官都有自己独立的见解 跟独立审判的空间 原本无保请回的柯文哲 再战积押停 碰上不同法官 裁量依据也成为话题 TVB是新闻综合报道 这次北院裁定积押禁件 而这结果律师当然也会提抗告 替柯文哲拼自由 如果高等法院发回重裁 柯文哲将再开积押停 但是高院驳回的话 短时间内柯文哲就没有办法 离开看守所了 柯文哲的积押停 从5号下午2点开始 检方跟律师展开攻防站 但不管北院的裁定结果如何 一定都有其中一方不满意来提起抗告 这回柯文哲二度进到台北地院开机押停 最后法官裁定收押禁件 换成律师将提起抗告 要帮柯文哲恢复自由 而案件最后也将送到高等法院 等待高院法官裁定 不服的那一方都还是可以再抗告到高等法院去 那如果高等法院他驳回了这个抗告申请的话 那么案件就会确定下来 那假如高等法院他把案件再发回给地方法院的话 地方法院还会重新做裁定 那这个裁定不管是哪一方 这不服的一方都还是可以再做抗告 也就是说抗告书依旧会送到高等法院 而审判的法官会和上次不同 柯文哲遭到收押禁件 律师会提起抗告替柯文哲力拼自由 若高院法官发回重裁 及家庭就将再度重开 但如果驳回 柯文哲确定短时间内无法走出看守所 无论如何抗告书都会再次送到高等法院 这轮回恐怕不止一次 因为在前桃源市长郑文燦涉滩案时 早就有限力 怎么证明自己的清白 郑文燦步出桃源地院的这一刻 整个人瘦了一大圈 因为他在看守所待了一个多月回顾这场攻防战 郑文燦在7月5号遭到检方生压 当时桃源地院裁定500万交保 检察官当庭抗告 高院法官发回重裁 尽管积押亭重开 只有提高保释金 检察官同样提抗告 高院法官再度发回 直到11号第三次积押亭 桃源地院裁定收押禁件 郑文燦的律师提抗告 遭到高等法院驳回 强调不能再抗告了 才终于结束 郑文燦三度进法院开积押亭 这回柯文哲的金华城闭案 检察官持续搜集关键证人的证词 最后台北地院裁定结果出炉 柯文哲收押 检方获胜 律师将再提抗告 这抗告轮回 短时间内海无法结束 而民进党前立委高嘉瑜 还揭露的是金华城的容积率变更 之所以能够一路过关斩将 是因为微经集团创办人 审刑经布局之深之久 包括在北市府跟周遭 安插了九名金华城的关键人 其中三人都被收押警戒 金华城可以布局这么深这么远 也难怪可以拿到一两百亿的容积率 因为整个市府的求证 旁证裁判都是自己人 前立委高嘉瑜发文点名 九位金华城的关键人 只是陈清津从2016年就开始布局 矛头先对准前建委刘德勋 和前台北市长黄大洲 突然刘德勋接手过去之后 结论既然180度的配合了 沈庆经变成了560 更可恶的是刘德勋之后 还跑到沈庆经的 沈村池文教基金会去当董事 支持560的吴顺明 还有这个黄大洲前市长 也后来都去沈庆经那边领薪水 基金会的工作是做 千台文物的保存 董事其实是开会 列席3000块 记者联络黄大洲电话没接 而高嘉瑜点名的 还有担任都委会会议主席的彭震生 涉嫌收审金金贿赂的 应小辉以及他的顾问吴顺明 曾任都发局前副总工程司 之后去了微经集团子公司 骤星公司当顾问 三人都收压境界 至于驯后请回的 有钱兵役局长朱雅虎 曾任微经旗下顶月开发担任董事长 面对高嘉瑜的指控朱雅虎 没接电话 高嘉瑜认为被吴博请回的 北市队会执命邵秀配对奖励方案 出力甚多 更直指未被约谈的 都发局长黄一平 核发精华成840%容积率 很多程序发生在他到职以前 那他就职就任之后 也都有申请执行回避 北市府已将邵秀配调职 高嘉瑜也点名 贺文哲的智库监视 葛述人是中华工程独立董事 我是去年被邓家机邀请进入 新故乡之库 他们在申请金华成案的过程 我们从来没有参与 强调不会也没办法进入金华成工作 金华成案持续延烧 与省庆金真有牵扯的人 检调早已锁定 而金华成案查住的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应小微 涉嫌收受威京集团的汇款 目前遭积压境界 而上午国民党中央考计会 也召开会议做出决议 如果应小微后续抗告失利 将以党纪论处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应小微 社会遭到积压 是否处以党纪 国民党考计会5号下午 做出决议 一旦是被积压 而且是确定抗告国民 我们来决定要不要 各位先行停权论处 推翻市党部原先决议 一旦抗告失利 将先以停权论处 只是看看2020年 立委集体社会案 国民党对时任党籍立委 廖国董 陈超明 可是立刻停止党权 如今下手似乎轻得一点 刚才讲我们在纪律委会 都是共事局 那大家会尽可能的发言 那当然各方的观点 都会提出来 这个社会的观感 要欢迎社会期待 却不愿除之而后快 毕竟将北市议会版图 摊开来看 民党议员席次 加上乌党籍与其他小党 若再获得民党四席支持 共计26席 反观原先占绝对多数的蓝营 在陈重文 应小微 接连遭羁押之后 已无法单独过半 得寻求蓝白盒 才能免于苦战 但民党团团就提醒 若部分蓝议员 紧咬柯文哲社会 恐怕让合作难上加难 不是所谓的蓝白合不合 议会现阶段 已经实质的三党不过半 作为关键少数 以及关键力量的 台湾民众党来说 部分党派 只要是能够加汇市民的议题 我想都有合作的空间 不至于会 自爱或是跛脚 我们力量小 可是我们的天使 就是监督这个事 难道柯文哲 可以这样做吗 你可以这样几百亿的 就送给财团吗 破碎的新人 如何补救先阶段 似乎管不了 这么多 什么蓝白合作 之后再说 TVB要求华晨成员会 台北的院士认定 金华城案当中 柯市府自创 20%容积奖励 涉及违法 不过民众党立委 黄国昌指出 在监察院纠正 台北市政府之后 蒋市府都委会 开会讨论 最后认定 20%容积奖励 合法 质疑难道蒋市府 也配合违法图例吗 4月30号这天 金华城才开记者会 怒空被好市府 霸凌血泪 强调一切合法合规 但议会早就察觉不对 批评科市府花公堂 帮金华城补习 拿20%容积奖励 摊开当时依循法令 金华城董事长陈玉坤说 按照都市计划法 第24条 20%的容积奖励中 其中第一来自任性城市 贡献奖励4% 还有智慧城市贡献奖励 以及移居城市贡献奖励 各8% 不过其实这些名目 都是金华城自提 等于无视台北市土地使用 分区管理自治条例 为什么是用准用 而不是用适用 有幕僚小组会议先研议 研议方案以后 再跟专案小组会议来讨论 被执疑科市府 独厚金华城 但民众党立委 黄国昌就反击 难道蒋万安也配合 违法图理 现在的台北市府 重新开了会的结论是 这20%是没有问题 搬出蒋市府都发局新闻稿 在今年1月24号 内容载明 针对监察院纠正容积奖励 都委会讨论 审议确认都符合程序 如今北市都发局再表示 市府查看金华城办理过程 是符合都市计划法之程序 指示是否是法 将尊重法院裁定 而台北市还要出处改建案 容积率直逼1000% 台北市新华饭店 资金人在拆除阶段 未来将改建成地上25层 地下8层的 一共176户的住宅大楼 不但位置就在 金华地段 名声东路三段上 容积率更高达933% 监管处解释 新华饭店申请委老重建时 是以饭店原始的容积率 当作基础容积 再加上委老奖励值 才拿到高达933的容积率 所以金华城疑云高荣金率 也不免被质疑 TVBS新闻李雅南 杨佩玉台超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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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